这年头住旅馆也需要大家发挥功德心 日前就有两名男子到宜兰一间 稍后旅馆休息 却恶意破坏设备 把床垫地板全弄湿 还把整卷卫生纸丢进马桶里 甚至连冷气都不放过 那么业者清派清晨之后呢 预估损失至少一万元以上 那么现在把这样的恶劣行径PO上网 希望大家帮忙揪出这两名奥特 旅馆房间里床垫地板湿透 床单乱成一团丢在地上 浴室里满地烟灰垃圾 连衣柜和冷气都被破坏 清洁人员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把房间恢复原状 业者看到这副景象好心痛 直说这根本就是蓄意破坏 调出监视器画面 就是这两名留着平头身材壮硕的黑衣男子 趁着宜兰这间商务旅馆试卖期间 花了三百块入住休息 却恶意搞破坏 看他们过来的路径 感觉起来是当病人的样子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心理 保守估计要超过一万 因为我们还要很多天的修复洗 业者气愤把事情PO上网 要大家帮忙揪出这些奥客 别再让其他店家受害 记者李健和市区号宜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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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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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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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